在三峽有一間中式料理餐廳不僅賣餐點 更在餐廳裡推出小廚師夏令營 讓小朋友放暑假也能學會做料理 經營餐廳的業者表示 由於近年來食安風暴 因此在規劃餐廳的時候 就在餐廳屋頂建了有機農園 並規劃了廚藝教室 推出各式料理課程讓民眾來參加 讓民眾了解食物真正的滋味 與烹飪的美好 這一次再次推出小廚師營隊 讓小朋友從知道食物滋味的美好 到學會珍惜食物 了解媽媽做菜的辛苦 那這個暑假呢 是我們第二次來進行這個營隊 之前有東令營 小朋友回去之後都非常開心 甚至有小朋友開始會幫媽媽做烘蛋 幫媽媽拌沙拉 幫媽媽炒青菜 所以我們希望這一次 我們再透過這樣子的一個夏令營 可以培養更多的孩子 來認識食材 來知道動手做的樂趣 更增加他們可以珍惜媽媽 所做的每一道菜 第二天的夏令營活動 這群國小小朋友 不僅學著做鹹派的派皮 還到餐廳的屋頂農園 了解有機農業需要哪些設備 從魚鋪滿有機堆肥 到餐桌各式食材蔬菜的認識 小朋友用聞的看的摸的 並親自種下青菜 了解食物真實的面貌 做披薩吧 為什麼 因為那個披薩很好吃 一直要甩麵糰然後又很大聲 然後感覺很刺激 好玩 哪裡最好玩 豆皮大 有 媽媽吃過然後都好好吃 然後又吃地雞 可是沒吃完 夏令營豐富的課程內容 讓小朋友看得目不轉睛 從料理製作的所有步驟 到知道每天的吃是一件大事 並珍惜食物感謝做菜的人 中佳新聞 吳沛山 三峽報導